民進黨 民進黨沒收我們的討論權嗎 那為什麼柯建平要沒收我們的討論權 為什麼要沒收我們的討論權 不是不是 部長我們請教一下 你們是實政黨 實政黨為什麼可以霸佔國內 我跟原來的態度都一樣 一樣態度 公開來討論 公開呼籲賴總統 不要用暴力的手段對付在於黨 對不對 柯建平怎麼用這種方式 柯建平有這個權利嗎 如果不是賴金兒總統受益 反手圍攻 今天柯建平敢這樣嗎 一個民主的地方可以這樣子嗎 我尊重 什麼叫尊重 我是行政系統 你剛剛不是跟大家講 不要動員的方式嗎 要社會共識嗎 然後今天連討論都不行嗎 連討論都不行嗎 民進黨連討論都要沒收 還有什麼社會共識 我尊重立法院 你尊重立法院 民進黨有尊重立法院嗎 我完全尊重 民進黨有尊重立法院嗎 我完全尊重 民進黨有尊重立法院嗎 我無法代表民進黨全體 你今天是民進黨的政務官 你當然要表達民進黨 對這個態度是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請你告訴民進黨 告訴賴總統 告訴柯建 你不要用暴力的方式 政府才會 聽到了